所以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就是说你自己有能力断货 就是把你的烦恼断货了 过来正果 这个断货正果 就是以禅宗里面 我们所讲的就是免心见性 大策大悟 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等于就是破了无名 这个破无名 见法身 我们讲的法身大士的身份 主义的打破了 我们五量节以来的 这些无名 这些烦恼 生死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尊敬的 不要说免心见性大策大悟 你这一生不退转已经算不错了 你这一生不迷惑不颠倒 而不照应已经阿弥陀佛了 你能够免心见性行吗 很难啊 你们听懂我的话吗 明心见性大策大悟很难 我们不是上上根之人 我们是属于下下根的 我们没办法 没有这个机会 也使今来不及了 师父用一个比喻了 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下面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大成佛法里面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超越六道轮回 最困难的就是要至少要断三戒 八十八片建火断建了 你才能够有机会处理三戒 了脱生死轮回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八十八片烦恼建火你断建了 你真的处理流道轮回 处理三戒了 行吗 八十八片建火断建了 这不可能啊 太难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 五亮节以来 走了这么一条冤枉的路 成佛以后才为我们介绍 告诉我们 不要走他老人家的一个歪路 旧的路 所以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 给我们 是什么呢 第二个 给大家看 下面的那一张 对这个 第二个就是求生净土 就是今天我们念佛的 但是啊 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求生净土 他有一个原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像今天我们念佛的 后面就是讲的 这四个字刚才说面的 是什么呢 事实不退 只要你有这种能耐 只要你有这种坚定的意志 像法杖比丘 无论他在这个修行当中 他没有一范的风顺 虽然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磨难 但是他的志向 他的意志 你看哦 他的意志哦 坚固不退 我给大家看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坚固不退那种心态 像法杖比丘 那往生就易如反掌 所谓的万修万零去 只要你有这样的意志 你相信自己 你一定要相信 我会成就 我会像阿弥陀佛 我会像祖师大的那样 将来我必须会成就的 没有一件事 能够来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障碍我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 妨碍我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能力 只要你有这种意志 你要相信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够来干扰的 没有任何人 能够来障碍我们的 但是尊敬的 追同修大德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看下面的哪一张 如果你今天念佛 念得很好 像这一类人很多 很多人哦 念佛念得很好 而且从念佛得定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愿力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种力道不够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了生死 真的 今天你念佛念得多好 哪怕是从这个念佛 你能够功夫非常的不错 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力道 不过那个愿力 不是窃愿的话 你念佛没办法往生 像刚才我讲的 我为一位居士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为他介绍 但是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们这个环境也不错啊 师父 没办法呀 你还执着这个环境 也没办法 所以往生 关键不是在别人 在你自己本身 你有没有放下 而这个放下 从我们的心里面去放下 很多人呢 就是疏忽这一点 很难啊 真的很难 所以呢 这个事实不退啊 就是我们了生世的关键 这个我们道理 一定要知道 那关键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那我们看下面 那一章 最后的一章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在讲经当中 常常提醒我们 常常劝的我们 既然要念佛了 那要用功了生世 我们也要发决定的心 没有任何疑虑 怀疑 事实不对 身心净土 要发这个愿 我们只要一句阿弥陀佛 老实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求神通 也不求保应 也不求感应 到时候 你就自然 有道具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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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道具臣的心